每年6到8月是陆剧的暑期黄金档 往年像苍蓝爵 青汉灿烂这种平台看好的古装剧 都会被安排在这个档期 然而今年壮档奥运 而原先被看好的古装剧长相思第二季 杜华年和少年白马醉春风 都没有如预期般冲出好成绩 反而是下偶甜宠剧思藏浪漫 你比星光美丽默默小又热度 以下2024暑期档第一波陆剧网播量逃飘零 思藏浪漫开播火速破溢 玫瑰的故事破20亿大关 暑期档第二波热播陆剧思藏浪漫 思海崇明 网播量都在意义上下 近期热播的思藏浪漫 思海崇明和冰雪瑶等剧 统统被抬在七月底上线 因为壮档奥运 所以剧集关注度不高 网播量都在意义上下 剧部中热度比较高的是魏哲明 张嘉宁主演的甜宠剧思藏浪漫 仅用了6天 网播量就破了意义 剧情也还不错 而闲暇剧思海崇明 虽然找来人气明星景田张灵鹤主演 但剧情过于平淡 加上又强碰奥运档机 所以没什么水花 欧阳奈娜和高卫光主演的 类吸血鬼奇幻剧冰雪瑶 剧情意外不错 找来东宫导演李牧歌指导 拍得很唯美 然而播得也很默默 2024暑期档第一波陆剧 网播量草 邀灵 朱亚文 投用海田雄鹰5.72亿 军旅剧海田雄鹰 讲述几位航空母舰飞行员 传承前辈精神 自我成长 在辽阔海空上翱翔的故事 背景设定宏大 不过剧情评价不大好 剧情老套 台词设计被嫌弃流于表面 负评不少 2024暑期档第一波陆剧 网播量Top9 侯明浩 何宇 胡连心 少年白马最春风 6.18亿 少年白马最春风 和高频武侠剧《少年歌型》 出自同一个小说作者 所以台播前拥有高期待 但却没有像少年歌型 那么广受好评 观众都在吐槽节奏拖沓 明明是武侠剧 却没有引人入胜的打戏 都靠特效来撑场面 如果是没看过少年歌型的人追 失望感可能不会那么重 但两部一对比 观感就差很多 《少年白马最春风》 是少年歌型父辈的故事 将数镇西侯府小公子 百里东军滋有顽劣 不好诗书五一却独号酿酒 只因与好友叶云有过 要成为酒仙的约定 但是命运却由不得他选择 最终他败入高人门下习武 并重逢了已经改名的叶云 然而叶云遭人利用 发起了一场战争 而百里东军既要救下苍生 亦要拯救自己的好友 2024暑期档第一波 录剧网播量 TOP8 罗云熙 送以言心记6.22亿 今年上半年 腾讯有雨凤行和庆余年 优酷有墨语云间 而爱奇艺寄予厚望的 狐妖小红娘口碑 网播量全方面崩盘 暑期档这部言心记热度也很低迷 言心记是古装探案题材 反排韩国电影内在美 不过只是套用了该片脸盲 换脸变身元素 言心记变身的设定很有新意 演员演技也在线 然而言心记的问题 和狐妖小红娘的问题一样 剧情太平了 节奏拖沓 没有快抢奏和大爆点 加上罗云熙和送以CP感业偏弱 所以就难以吸引观众追下去 豆瓣开分仅5.9 讲述罹患脸盲症的江心白查案时 结实了每月会变身的有一言男星 两人携手探案 2024暑期档第一波陆剧 网播量Top7 黄景瑜 新之类古战迷城7.56亿 古战迷城落在第七 真是一部抗战剧 讲述同为潜伏者的欧孝安 与秦莫青联手 拆穿日本间谍真面目的故事 新之类演撒爽女特工 黄景瑜的名过扮相也很帅气 不过剧情评价就不太好 被批评剪辑跳跃 逻辑漏洞大 台词过于现代 剧本被骂翻了 2024暑期档第一波陆剧 网播量Top6 杨子 掌揽艺 长相思第二季 9.13亿 长相思第一季是去年 暑期档的大爆剧 第一季累计网播量突破37亿 是2023年网播量最高的古装剧 更胜长月记名和莲花楼 而且获得一面道好评 时隔一年 第二季终于上线 本来观众都看好长相思 第二季能延续去年热闹的盛况 热度再往上推一把 可惜长相思第二季口碑全崩盘 长相思两季是一起拍的 只是被拆开来播 这导致观众追剧热情消退 而长相思第二季 又没能马上用快节奏 强暴点的剧情 抓住剧迷 且三对CPE之念 剧情却没有大幅度的进展 还引发魔改争议 虽然长相思第二季热度还是挺高 但口碑却大崩 第二季豆瓣开分6.6 现在已经跌倒剩6.0分了 2024暑期档第一波陆剧 网播量超普 找金买 张灵和杜华年10.06亿 杜华年拿下第五 这部剧是双重生的设定 走情喜剧风格 甜蜜中带点搞笑 讲述大夏朝的长公主李荣 与当朝首府裴文轩 本来是一对中年愿偶 两人死后重启人生 想改变上一世的结局 却发现原来上一世 两人之间充满误会 最终从仇人变好友 在变情人的故事 杜华年剧情有亮点 却不像同为重生题材的 墨语云间那样紧凑快进 而且男女主角都是中年人重生 赵金奈和张灵鹤被认为没有演出这层感觉 被说像小孩装大人 剧品一般 不过杜华年网播量 还是默默冲破了十一大关 也因为剧中的CP深祸喜爱 两位主演还火速宣布 二大合作线偶剧《银桃琥珀》 2024暑期档第一波录剧网播量 Top 4 谭松印 徐凯你比星光美丽10.86亿 通常容易冲出高网播量的 大多是像长相似 杜华年这种古装偶像剧 不过你比星光美丽却默默冲出高热度 不得不说 谭松印的收视号召力真的厉害 纪念她推出的归路 向风而行和请教我总监 每一部录剧都顺利走热 而你比星光美丽不仅冲破十一大关 也暂居湖南卫视收视第一 谭松印真正是收视女王 你比星光美丽改编自《九月夕》的小说 讲述女主季星走上创业之路 她独到的见解赢得了总裁韩婷的支持 两人日久生情的故事 剧情其实一般 矮红老套 美心意 幸而两位主演撑起整部剧 徐凯燕霸道总裁苏敢很强 而谭松印演技资然讨喜 所以还是吸引很多观众热追 2024暑期档第一波录剧网播量Top3 杨旭文 杨志刚 唐朝鬼视路之西行11.85亿 唐朝鬼视路拿下第三 第一季唐朝鬼视路是2022评价很好的古装探案剧 讲述武艺高强的卢林峰和敌宫亲传弟子苏无明 从户部对付到行刑相惜 合作共破鬼案 唐朝鬼视路没有流量明星 没有S加大制作 却靠住精湛的剧情重出好口碑 而近年推出的第二季 口碑不但没崩盘 还超越了前作 唐朝鬼视路第一季就有7.9分 第二季唐朝鬼视路之西行 更重破8.4分 很难得 第二季原版人马回归 特效 武打都更加精致 悬一氛围在线 逻辑推理严密不降制 难怪能重出高网播量 2024暑期档第一波录剧网播量Top2 刘亦菲 同大为 《玫瑰的故事》21.05亿 刘亦菲的抗剧能力真的强 近年刘亦菲推出的《孟华路》 去有风的地方 到这次的《玫瑰的故事》 统统都是高质感 很多线偶陆剧 常常会被吐槽浮化到吐气 但《玫瑰的故事》完全没这个问题 演员统统是一线主演 从卡司到剧情都话题十足 目前累计21.05亿网播量 暂据2024网播量年榜第五 《玫瑰的故事》改编自一书的小说 讲述女主角黄亦梅的极端感情故事 剧里有五个男主角 有妹控哥哥 初恋白月光 老公 灵魂伴侣 碾下奶狗弟弟 剧情虽然被诟病太狗血 但无疑是好看的 许多渣男的剧情 在现实中都能找到对应 情节让人有共鸣 2024暑期档第一波录剧 网播量Top1 吴锦言 王兴月 墨语云间25.28亿 冠军就是墨语云间了 墨语云间被优酷认证是2024暑期第一棒 而后续上当的长相四二 都华年都没能超越它 墨语云间目前网播量已经冲破25.28亿 且还在上涨 难得的是剧情评价还不差 豆瓣6.6分过了及格线 墨语云间改编自千山查克经典的重生小说 剧版保留了原著框架 剧情狗血 快进 爽感满满 虽然后期结局没有痛快收尾 反而迎来一个似是而非的开放式结局 引起部分剧迷反弹 但整体而言仍是一部成功的小说改编剧 有抓住原著的精髓 以及观众的喜好 值得追